嗨,大家好,我是阿偉啦,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跟大家開箱兩雙球鞋喔 沒想到在2023年的一開始呢,我就開箱了兩雙球鞋 真的是太豐富了 那這次的鞋子就在這邊喔 大家看一下這個大大的A-LOGO 就知道這個是來自亞瑟士的一款鞋款 那其實呢,它的鞋盒非常的素喔 就是整個是一個一般的這個厚紙版的一個顏色 那這邊的話就有寫著它的型號 是GEL1090這雙鞋子喔 其實以前呢,我在頻道裡面也有分享過一雙 就是GEL1090跟Anderson Bell的聯名 那有興趣的話呢,都可以點擊一下連結去看一下那一支影片 而這一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手邊 這兩雙,沒錯 這是來自KICKS跟GEL1090亞瑟士的聯名 那分享之前也要先感謝一下KICKS的編輯部 讓我有機會先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兩雙鞋子的配色都非常好看 大家喜歡黑的還是喜歡銀色呢? 那我想要跟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KICKS是什麼單位喔 他們其實算是一個潮流單位啦 本身的話呢,有在follow他們IG就可以看到 他們有po非常多的潮流新聞 那更注重的是在球鞋的部分 像他們每個月都會整理出一份話題球鞋的清單 大家也可以從上面得到非常多鞋款的資訊 那我個人也覺得他們的潮流編輯很厲害 有一些小眾的球鞋也有被收錄在裡面 算是懂得層面還蠻廣的 那我自己也從KICKS的資訊上面得到很多新的知識 那KICKS他們有一個服裝的單位 裡面也有非常多的設計是讓我覺得很有特色的 像他們之前也有用很多張迷音圖做成了T-shirt 因此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設計是很有創意且天馬行空的 而我覺得這一次跟亞瑟士的聯名呢 也有搭上一波潮流喔 等一下就要來細細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也不是KICKS第一次跟亞瑟士聯名呢 他們在之前也有推出一款全國制霸 是用籃球的主題來去做呼應的 那我個人覺得兩次的聯名都非常值得入手 那這一次的話呢是採用這個 蛻變BRC的這個主題為去改造的 那整個是放上了這種黑吉蛇的紋路 我覺得是非常的酷啊 塑造出一種進化的感覺 就是從2022年進化到2023年的感覺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一次的設計呢是非常跟得上潮流呢 原因是因為呢在2022年的年末的時候 大家或許會有注意到 非常多的設計呢就開始放上這種動物紋的圖案 那包含像是Nike啊或是BAPE 又重新的復刻蛇紋的BAPE Star 那我覺得這樣的設計呢在2023年也可能會成為趨勢喔 而我自己的話呢是覺得蛇紋的設計呢在這兩雙鞋子上面 都不算是過於太髒狂喔 反而是顯得蠻低調然後又蠻適合這兩雙鞋子的 那首先我們看黑色的鞋款 它就是具有這種全黑的感覺 那整體的話呢是非常的低調 近看的話才會發現它的紋路 而整雙鞋子呢真的是從裡黑到外喔 除了這個銀色的這個刺繡來做點綴之外呢 整雙鞋子大部分還是用黑色的漆皮來去做打造的 在鞋墊的部分呢就可以看到有KISS的壓印 還有這個ASIS的LOGO 那鞋墊的話呢也是用蛇紋的 那我覺得它的設計是從裡到外呢都非常有細節的 包含像是在這個鞋帶的部分呢也有印上KISS的LOGO 而在後面這個盾牌的話呢也有KISS的LOGO壓印 銀色這雙也是具有一樣的特色的 在銀色這雙上面的話呢這個蛇紋就會顯得比較明顯一點點 那整體也是採用銀色的紋路 看起來也是真的非常像蛇啦 而這個銀色我覺得也是非常適合Y2K風格的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在找這種鞋款的話呢也不妨可以參考一下這一雙喔 那我覺得銀色這款在配色上也做得非常的和諧 就是在亞瑟寺這個虎爪LOGO的話呢就是有使用這種黑色的包邊 那整體的話呢看起來還是非常的具有流線型的一款鞋子 蛇紋放在GL1090的設計上面沒想到可以這麼大喔 我覺得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豔 那如果Follow我IG就知道我一看到這兩雙鞋子的時候就轉發到限時動態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太好看了 亞瑟寺這幾波的聯名呢跟一些品牌做的其實我覺得都非常有特色 但能夠像做到蛇紋這種這麼髒狂的感覺 我覺得KISS真的是算蠻厲害的 我覺得在搭配上的這兩雙鞋子也不會說太難搭喔 大家就想像是銀色鞋子跟黑色鞋子 其實再搭起來的話呢也不會有太衝突的感覺 那整體上面呢我覺得他的配色都算和諧 也不會說太過的搶眼喔 但如果近看的話會發現是蛇紋這麼燒氣的紋路 真的是非常酷 那我提一下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的點喔 就是大家看這個鞋頭的話呢 真的好像一個蛇的頭對不對 蟒蛇的頭 那我自己就覺得哇這個真的是非常的酷啊 很有那種森林裡面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而整雙鞋子穿下來的話呢 其實就跟我之前穿1090的感覺差不多 就1090呢他在後跟呢有使用這個亞色膠來做填充 因此他的緩震呢還有避震效果都還蠻強的 那走起來的話呢他也是非常輕的一款鞋子 不太有太大的負擔啦 唯一需要注意的話呢就是在他的足弓的支撐呢 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因此大家如果是腳板比較寬 或者是你是扁平足的話呢 建議還是買大半號甚至到一號為主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兩雙鞋子呢 都還是非常好穿的鞋款 而還有就是在材質的部分呢 因為他是使用漆皮的蛇紋 所以他的透氣度呢 可能不比一般的GL1090還要好 因為一般的1090可能是網布的會比較透氣 所以在這方面的話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在這邊穿起來的話呢可能會比較悶熱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為了帥氣也沒什麼嘛 而且現在是冬天嘛 腳不太會熱啦 而比較特別的就是這一次的鞋墊 他採用的這個一樣是蛇紋的壓印 所以他會比較光滑一點點 有點類似像那種Orthlight鞋墊啦 那我自己覺得我比較喜歡這種鞋墊 但也不會說到腳在鞋子裡面這樣咕嚕咕嚕的感覺 那我整體覺得是很好穿進去的一個鞋墊 我自己是還蠻推這個鞋墊的 而我覺得像舊1090這款鞋子啊 畢竟在2020年的時候呢又重新復刻一次喔 所以呢我覺得整雙鞋子呢 他在科技上面也做得非常的好 包含像是他在這個大底的這個穩定片的部分 我覺得也算是有達到這種足弓支撐的效果 那整體的話 整雙鞋子的抗扭性也是還蠻強的 因此大家也可以放心的穿著他當成一個美日通勤鞋款 我覺得是還蠻推薦大家呢可以選的這種 低調又帶有點小騷包的鞋款 最近呢也是非常喜歡看這種鞋子和設計的 那麼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球鞋開箱喔 真的是非常開心可以拿到這兩雙鞋子跟大家做介紹 那之後呢也會在IG跟大家分享一下穿搭 所以請務必期待啦 那我自己呢是真的覺得這兩雙鞋子呢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以他的定價呢還有他整個設計來說我覺得是很值得的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有沒有入手 或是覺得這兩雙鞋子怎麼樣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不要忘記可以按一個讚 也沒有辦法可以follow我的IG跟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更多的內容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阿偉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要反首頁喔 現在我還沒停止 我要反首頁 反首頁